回到的母亲从天一亮 睁开眼睛开始呢 都开始忙碌了一天 为了孩子 为了先生呢 打点这个 打点那个 一直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她那个操劳的双手 仍然也不能够停下来 因为她摇着摇篮 哄着她的小宝宝呢 安心地入睡 所以今天啊我们 你们画了很多 不同时代的摇篮啊 对 而且呢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些 大家都非常熟悉 而且有一些是我们 比较不熟悉的一些摇篮歌曲 对 那请到了潘小姐 来跟我们演唱 那介绍您演唱之前呢 我们大概来介绍一下 早年的好像 这个是娃娃都睡这种 竹边的这种啊 对 那篮子 您小时候到就睡这种了 我没有 你没睡过 那您都睡这种了 木头这种 是睡木头 但是不是这种床 另外一种 是 现在呢更有意思了 现在这个床下面是电动的啊 要摇起来 它自然好像有吸铁 结果那个热带雨 那个棒铺一样 会一直打气 会晃来晃去 这的确是很好的发明 让妈妈呢 轻松不少 不过那小朋友 好像就是要抱起来啊 一边哼歌 他在睡得比较安稳 对 以前的时候是抱着 然后后来发明了 这个摇篮呢 就可以放在摇篮里面 这样子推动它 他就会昏睡 我刚才跟房王讲 现在我平时每一天晚上 最少要哼一遍 摇篮曲 抱我那个小 最小的孩子睡觉 拔身 不过 潘莉莉对这个摇篮曲 好像非常的有研究 各位今天为我们介绍一些 各国的摇篮曲 首先让我们 欣赏的是哪个地方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一首 美国的歌谣 那我们知道这个 美国人是从欧洲移民过来的 所以他们到这个美国来 就是要一个 寻求更好的天地 所以这首歌是一首 非常有趣的歌 它说宝宝你快睡吧 那么妈妈会去买一只 会模仿的鸟 就是会模仿人唱歌的鸟 来给你 如果这只鸟不唱歌的话 那妈妈会买一只 那个钻石的戒指给你 如果这个钻石戒指 不能持久的话 妈妈会买给你 一只山羊 来拖车 如果这只羊不拖车的话 那么妈妈将买给你一只狗 如果这只狗不叫的话 妈妈将买给你一辆小马车 如果这辆小马车翻了的话 那么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妈妈最喜爱的小宝宝 好 那我们现在 就可以来欣赏这首歌曲 好 u KENNEDY if that monkey bird if that monkey bird don't sing mama's gonna buy you a dog and rubber and if that dog and rubber don't back mama's gonna buy you a horse and cart and if that horse and cart fall down You'll still be the sweetest little baby in town 这个听起来觉得蛮可爱的 听到这个歌声的小宝贝 已经很安心地睡觉了 因为她知道了 不管怎么样 明天的妈妈总会买点东西给她的 对 一定有很多甜美的梦想 而且呢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 有没有什么国外的观众朋友 要是有国外的观众朋友 你接着就耳服了 不管是哪个地方的人 今天潘莉莉都会唱你听 您接着要叫哪一国的 下面这首歌可以说 流行在英国和美国的一首歌谣 它说孩子你快睡吧 来让妈妈把你的摇篮 放在那树的顶端 所以当那个风吹的时候 那个摇篮就在树点上摇来摇去 很舒服 但是当那个树就折断的时候 你这个摇篮就和宝宝一起掉下来 那刚好落在妈妈的手中 也是蛮可爱的 是啊 你快来欣赏这首歌请 好的 好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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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